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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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俊瑋 郭老師和陳冠百 陳老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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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穿得沒有 他正常 所以請你往衛衣服 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各位同學精神來 我看到他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很高興 我們的 Young Generation For Me 你對我來養個年輕的時代 你們終於把服裝 服裝是給身體的語言 它代表自己對許多事情也太多 在我的眼裡 臺灣是一個很壓抑的社會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樣 我是不是太無聊 太正常了 不過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當時因為在律師事務所下班 然後後來的《中國時報》 然後副刊主編的時候 歷史主編的時候 那個工作實在是 For me 就是太制式了 所以我就在頭上噴了七八個顏色 所以我從二十幾歲 一直到我四十幾歲 直到臺灣開始 有很多人有一些自我 我都是臺灣奇裝地服的代表 我現在實在太愧腿了這四個字 你看看現場 我為大家先介紹 最左邊這位 她是一個時尚部落客 她的名字叫做女王 掌聲 你們介紹一下自己 嗨 大家好 現場有大二以上的嗎 還是 天啊 你們年紀都好大 因為我才大二 謝謝 我就讀北十服裝設計科 所以就是 這樣子對我來說是稀鬆平常 平常的話 她就大概就是都是這樣素臉出門 因為就是妳早有點黑色素成天 我說妳說妳在講一遍 黑色素成天啊 喔 黑色素 黑色素 好好好 我上次碰到她的時候 她說她頭髮自己弄這樣 然後染成藍 對妳弄藍色 我說妳今天怎麼這麼早就有辦法這樣 她說我說妳晚上為了搞這個一夜 就這樣都只好這樣撤著睡覺這樣 所以妳會不會比較時尚付出慘終代價 不會啊 就是為了漂亮 就在整條之後要合過去 真的啊 那妳那個眼睛跟那個都妳畫了眼淚 妳看起來好像耶穌的眼淚對不對 別人說是小丑欸 小丑喔 真的是信仰不同 結果差很大這樣 我覺得耶穌有些人覺得是現在那個動漫裡頭的小丑 所以妳是扮演小丑嗎 沒有 我今天就是扮演自己 就是女王 妳就是女王 對啊 OK 我上次看到妳是藍色的 妳今天是綠色 嗯 妳們有沒有覺得她的服裝 妳們有沒有覺得她的樣子 實在是 不是我講的太過分 不是批評的意思 實在太令妳們積賞 她很以敗妳的人請舉手好嗎 哇 都舉手 都舉手 來 舉手 舉手 來 腰幾吋 二十二 妳們覺得她很差勁的人舉手好嗎 大家都舉 要二十二 妳的肚子 妳還有肚子嗎 妳有腸嗎 妳可不可以告訴妳 到底有沒有腸 妳那麼小的東西怎麼放下妳 我怎麼放棄各位手術 妳確定妳還有胃 還有腎 還有腥 還有肝 還有腸 怎麼樣放進去那個小小的東西 這是天生的 歷史天生的 妳要不要把裙子撩起來 楊洲大學不要拍 那你撩起來幹嘛 那一半啊 就是像瑪麗蒂露 瑪麗蒂露1960幾年就 欸我沒叫 我想滅她 我叫妳撩起來 我叫妳撩起來 我要符合今天的主題啊 妳的絲襪破了 妳知道嗎 妳可能像細胞力的對象 沒有關係 來 撩放丟 認為她應該穿起來比較好看的人請舉手 不准許 所以撩不一定是優點 對嗎 是嗎 OK 好 穿回去 公民投票 我的天啊 來 怎麼穿 我覺得 因為她的高跟鞋實在是太高 其實她很敬業 妳有沒有覺得 對不對 超級敬業 從台北上 她從台北 欸妳上高鐵 有人跟你 有人看妳嗎 一定有嗎 然後就後面的人還打翻可樂 弄到我裙子 後面的人打翻可樂 弄到妳裙子 她搞不好是用這個方法 來色誘妳欸 沒有欸 沒有 她就純粹是一個 我可不可以先提示一下 下一位 你們誰幫她一下忙 冠北 冠北幫我一下忙 拯救一下女王 另外可以的 真的是好害羞 妳覺得才想到害羞 I'm so sorry OK OK好 我們另外兩位都是從倫敦學時尚的 然後一位是學時尚行銷 一位是學時尚的設計 然後另外兩位 我們先介紹一下貝基 她是一位時尚部落客 介紹一下自己 哈囉 現場好朋友你們好 我是時尚部落客貝基 她這一身衣服就是 代表她是從倫敦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然後妳從倫敦回來的 對 我這一家航空就是 上次去倫敦的時候 買回來的 OK 她的上衣其實是一件洋裝 她把它遮一半 下面有一個倫敦的裙子 然後 OK 其實妳的衣服非常古典 對 我還蠻喜歡 比較優雅經典的東西 對妳從頭髮到腳 看起來都像六個年代 我媽媽的年齡對不對 沒有媽媽的年齡 媽媽的精神 對就是媽媽那個年齡 我媽媽妳的阿嬤 對 因為我之後太喜歡復古的東西 所以我每次去倫敦 很多人認識我的時候 都是例如說 我可能會去一些 Flee market 跳樓市場 去挖一些有趣的補助 然後把它搭成自己的東西 就是大家看我可能會覺得 我很fancy 可是仔細觀察我之後 其實很喜歡把不同 就是比較老的物件 把它穿出新的靈魂 把老的物件 穿出新的靈魂 妳今天這身衣服叫做什麼 今天這身衣服嗎 叫老倫敦的靈魂嗎 我想 我以為妳說Christmas 對對對 Christmas 來自倫敦的聖誕樹 OK 所以這個禮節是妳自己做 還是它原來的衣服 它原來的 對 好 我們第三位 是在今年的台北時尚週裡頭 受到最高矚目的設計師 她的名字叫陳冠百 冠百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陳冠百身上 就是開始說起 冠百的外套 的左邊 左邊這裡 不是要看胸部 是看外套 胸部也沒有大 OK 這個外套是她的爸爸的西裝 她爸爸往生前穿的西裝 對吧 對 然後她爸爸喜歡穿一八 八一的那個牌子 是Sir Routes 對 Sir Routes 的西裝 然後她就把她爸爸的西裝 配上牛仔褲 她有一個理念 她說時尚是全國 我如果對錯妳要跟著我 時尚是人類所有的產品裡頭 第二大污染源 然後她認為做時尚的人一定要從這樣的一個思考開始出道 所以台灣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台灣是全世界最大的牛仔褲的房子出口商 都在台灣 然後她就去各個牛仔褲的房子出口 廠商裡頭去找她們不要的廢棄的最後的那些零頭布 她就把那些零頭布都找來 然後組合成她的時尚衣服 她還有另外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就叫她現在身體 身上的衣服就是這兩個概念的結合 叫做故事衣 故事衣就是妳可以把妳懷念的人 她有了衣服 或是妳把妳們這一家想要在一起 每個人就是交一個 一件衣服出來 拿換老衣服 拿換幹什麼 她解除裡頭的一部分 最後組合成一件家族的衣服 這麼很感人的 so cool 那妳也可以把妳從小穿料布的衣服 到妳現在人的年齡 通的衣服都交出來 組合在妳身上比較成長的衣服 這樣不同的故事衣服 然後這個是前外版 然後這個概念跟她 很多人其實一旦走上環保的設計 那衣服就會很稠 可是她的衣服很漂亮 不講妳還以為說 她是特別設計的 因為她的口袋 她會懂得把不同顏色的牛仔布 做出一種風格 所以一旦妳走上裡面 那個衣服就充滿了意識形態 所以她就會 衣服是醜的 可是她知道衣服還是要漂亮的 就是成冠本 我講沒有錯 哪一個有錯 沒有錯 完全正確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歡迎三個完全不同的 面對她的身體 她的服裝 她的時尚態度 三位來賓請大家給她們掌聲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第一題目就叫 網紅經濟結社群媒體的新世界 誰說網紅要穿得少 幹嘛穿得我 OK 妳有沒有辦法穿得多一點 當妳穿得多 妳還有辦法讓自己 我跟妳講穿得少是很容易引起人注意的 來 我先問妳一下 妳有辦法讓自己穿得很多 還引起注意嗎 可以啊 因為我走到哪兒都是腳點 妳走到哪裡都是腳點 好 我們從這裡開始談起 待會請翻白跟貝吉來評論一下 我覺得女王最大的特色 就是她的自信 其實像妳穿這樣在美國的東西 她說It's nothing Right Lady Gaga 已經是妳的前輩 然後每個人都在學習她 現在連Lady Gaga 都重量了 就代表這一道 已經變成是大家都會學習模仿的對象 但是我覺得妳有一個最大的能力 第二是性別 妳很清楚地在妳的性別裡頭 妳是什麼樣的性別 妳是什麼樣的跨性別 妳喜歡自己本身 超越性別 然後妳喜歡美麗的東西 所以妳並不會被妳原來 被界定的某個性別所限制 第二個 妳的眼睛 好像不是人的眼睛 我覺得妳是孔雀 然後偷了人的皮 然後藏到裡頭去的 這是我今天聽過最後的讚美 蛤 這是讚美嗎 當然啊 對啊 所以我說這是我今天聽過最後的讚美 真的哈 就是有一隻孔雀跑到人的皮囊裡頭 妳藏在裡面 我沒有一次看到妳的一部 大花心思打扮的 請問妳平常要怎麼出門啊 其實我並沒有說花太多心思在打扮上 那個就是瑣碎的時間去做想 就像我們平常穿衣服 只是我的衣服的選擇 會比平常的人多 或者說它的樣式款式 會比平常的人再誇張一點 按化妝的話就是對我來說 其實我輕鬆平常 我可以為了化妝提早半小時起床 或者是提早半小時多做準備 只為了讓自己是好看的 呈現在大家面前的 妳搞這樣只要半小時 這會不會太誇張 我每次搞成世界中央都不得心 都要花半小時 出來的稀鬆平常 妳這樣只要半小時啊 對啊 因為就是每天習慣 就像呼吸一樣很自然 我上次看到妳不是擦這個顏色的口紅 也不是擦這個顏色的眼影 在世界上有蔓延那個顏色的眼影嗎 有很多 因為我的職業的關係 所以我很容易找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請問妳是什麼職業 辯莊王后 喔妳是辯莊 有人知道辯莊王后是什麼的嗎 OK好沒有人去寫 你說什麼大家什麼 我說大家有人知道什麼是辯莊王后嗎 辯莊王后就是 裝得辯莊的婚 顧名思義這樣 我幫你我學法律性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了解它是什麼 法律性的數量很大 只有很快就不要念了 信託乃信託這條爺爺 妳聽得懂嗎 我們的老師 而且是德國婚來的博士 他可以寫一個這樣 什麼叫信託條爺 乃信託之條爺爺 我說還需要妳解釋這樣子 那妳可不可以給我寫 信託乃信任託父之條爺爺 我還寫得比較好的 所以就知道那個書不用念了 OK 然後變裝皇后就是會變裝的皇后 這是台南馬來西教我的事 因為台南馬來西是幫我教得很好 所以台南馬來西畢業的人 大家沒有覺得老代是好的 好 月裝是皇后也 你今天只花了半小時 花這個裝 沒有錯 就早上還去學校上課 你還在學校上課 你在哪兒學校上課 實踐 實踐 那你就穿這樣繼續實踐 因為妳老師也稀鬆平常了 見怪不怪 我知道 但是我以前認識很久以前 北大第一屆的高材生 她是一個被認為是劇場界的天才導演 那在優劇場前身叫做優人神武前身叫優劇場 她最早的幾個跟環保有關的劇 都是這個阿財的導演 那個人叫阿財 她是北大第一屆最聰明的劇場所謂的奇才 她每天都搞變裝 有一天她沒辦法去上學 因為她想不出花樣 你有沒有覺得困擾的 我還好 因為就是很多idea 有人唱什麼意思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你每天搞得搞去都差不多 你沒有什麼創意 你會不敢去上學 我就不出門 你也有這個問題 有時候 就不出門 對 有可能當天心情也不好 可是你這樣子會不會跟那些不改變裝的人 問題是一樣 就是你們太care別人的眼光 你太需要別人對你的注目 然後那些人太怕別人對他的注目 所以你們造成相同的困境會不會 但這樣也是一件好事啊 為什麼 就是會督促自己有更多新的想法 以及更多對自己的認識 因為畢竟這些東西都是 說是疾病也不算啦 但都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所以能夠讓它自己消化好 就代表自己也成長一些 OK 好 我這樣想跳到冠板 因為你跟冠板是完全不同的路線 OK 我把相影看到它 因為你是完全樸素的 然後你的時裝設計叫環保 故事意義 你怎麼搞定這個人 我覺得女王很好 因為我覺得現在太多人不太敢做自己 但她願意做自己我覺得很棒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能因為做自己 所以浪費物資等等的 每天為了變重 我就去丟 買一件一百塊的衣服 然後丟掉這樣 但只要 我覺得人有信念很重要 她沒有信念 不是 我說她沒有浪費 因為她下次我看到她穿這種破掉的網子 網襪到今天還在 對 我就覺得很棒啊 我下次看到她說 這也是破了 類似的洞 所以她繼續穿 所以我們兩個有一個同個信念 是我的信念就是要 要習悟 要不忘初衷 但她的信念可能就是做自己 不害怕 勇於表現自己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你如果叫女王去走你的衣服的秀 你要怎麼辦 我可能會針對她來特別設計一款衣服 是屬於她的 譬如說她的胸架 你用什麼 牛仔布 可以喔 就是她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很愛美 但是又賦予 叛逆在裡面 同時又要表現自己 所以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些事情 所以要特別可能跟她聊過之後 然後 因為又感覺她想性感 可是又不是那種很放蕩不羈 是不是 的那種性感 所以可能要針對她 特別的去設計一款商品 真的可以表現出她要的感覺 我覺得她的衣服 我隨便亂講 你可以批評喔 然後背景你可以在這裡頭 讓所有的人在裡頭 反而會創意 我覺得她的衣服 因為是走這個路線 就變成太理所當然了 你聽得懂 意思嗎 就是她的化妝很棒 因為她有時候會懂得 把金具的顏色 把她臉下幹什麼的 然後也不是只有在眼睛 就是連口紅什麼地方 她的顏色可以跳到一個程度的 然後她有時候就把自己弄得像這樣子 眉毛 當然 那有時候不完全是 事實上是調整的 這個裡頭她的化妝 充滿了創意 她的衣服很大膽 但是這個大膽變成理所當然 女王知道我意思對不對 好 What have happened 如果她有一個胸罩 是你的牛仔褲 然後是廢棄的 然後這個牛仔褲 是曾經某些人 她有一種故事性的 在性別的故事裡頭 她有她的背景的 然後她把它做成她的胸罩 她的外套是一個真的男人的西裝 真的一個男人的西裝 那裡頭是一個胸罩 我想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兩個就是完全性別 然後她的肚子是完全露出來的 然後就直接這樣走秀 不是不是就是直接這樣出來這樣子 會不會比較特別 還是她這樣比較特別 假設我這樣講的話 對因為我覺得女王的性別 我不太 因為我跟她還沒有那麼熟 所以不太敢問她 她的可能本身自己想要詮釋 給大家是什麼感覺 也許因為很多人 也許她就是女性 很女性 或是很中性 或是她就是想要表現出 她有點man 但是又有點性感的感覺 我不知道 那也許這就是可以去探討說 結合西裝我就覺得很有感覺的是 是不是這 你是想要扮演性感 但你穿上那個西裝的時候 就是你就顯現說 我就是一個男生 但是我今天很美 因為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就是一個 我想要變成一個女生的一個角色 她以後都穿比基尼 牛仔布 然後穿一個西裝這樣 往那樣走秀 是不是很酷 絕對不可以浪費她的腰 她的整個身材最大的優點 就不可比你的 只有那個以前那個飄 那個裡頭什麼好斯嘉 咖啡物理那個年代的人 腰怎麼細的 來 你自己說 她在問你問題 女的 男的 性別的 什麼 基本上我不會去特別去定義說 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因為這種東西真的是 都可以 不用多做標籤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標籤都拔出 因為就是 好看的東西就是好看 它不會分男生女生 像一件西裝如果好看 它不會說 這個是男裝女裝 除非它的剪裁 或者是它的扣子的安排之類的 或者是男生女生 習慣性的 開的地方不一樣之外 其實好看的東西就是好看 它不會說因為 你是男生 所以穿起來特別好看 因為你是女生 所以不好看 對 女王最棒的是 她有一個很好的媽媽 對不對 而且支持你 說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媽媽曾經也帶過我 去看過心理醫生 在我那時候 是國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 就認知自己比較不同 所以呢 我就有跟我媽媽提過 然後我媽媽就帶我去看心理醫生 因為她自己 因為我媽跟我爸 都是屬於傳統家庭出來 他們都六十幾歲還七十歲 所以呢 他們其實一開始對於小兒子 是這樣的特殊情況 無法接受 那他們帶我去看心理醫生的時候 就問心理醫生說 醫生你有沒有機器 可以測試小孩是不是統治 我說 媽這是公共場 我請住一下言論 然後呢 後來 就是 應該說我媽媽 應該 這該怎麼講 就是有點情緒勒索 因為呢 我曾經跟我媽說過 我說媽 我是你兒子 你一定要接受我 這樣就會變成一種情緒勒索 然後她就會說 我剩下你 不是要讓你變成妖怪 那她也是另外一種情緒勒索 那都是曾經 反正後來呢 我媽媽她自己也有去看過心理醫生 想說要如何對待我 跟如何教養我 她還有自責過說 是不是她的教養方式出了問題 然後不然怎麼 小兒子會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呢 爸爸也看 就是陪同媽媽一起去看心理醫生 後來他們兩個是釋懷了 反正 反正 所以其實通常這種是要看心理醫生 不是你是 但是說 都要一起 都要一起 你也要 要 就是要溝通 就是要跟爸媽 就是有一個心理上的連結 但是如果爸媽的態度 還是非常的堅定的那種 我們就是稍微暫緩 因為很多家庭是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那我們就是先緩一緩這樣 所以你不是用很激烈的方法對不對 應該是說我沒有用什麼方法 是我爸媽自己尋找方法 好 但你的問題對我來講 真的不是跨性別 因為你實在是太超過了 是你的 是你的一些打算 對 你的孔雀的美麗的長 你的女兒 自我自信 所以你爸媽第一關 是先要決定說 你的性別是一般跨性別 第二個 你搞成那個樣子 你是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 這個 我覺得我媽應該認得你 她就會覺得我是非常脹狀的 我看到你實在太棒了 改天介紹一下你媽媽給我 我跟你講 她在養生生去看 她就會活起來 她就立刻說 你在搞什麼 這個人怎麼回事 你怎麼穿這個樣子 她就開始叫我這個樣子 就說 不要這樣 不要碰我 還不錯 對不對 來 你後來 她慢慢接受 心裡有什麼穿的 人家也搞成這樣 這根本不是跨性別的問題 對吧 應該說 我即使做這樣子打扮 我也會讓他們知道說 我學校一樣去上課 我一樣是過好我自己生活 一樣把我自己照顧好 當然他們一開始會是反對 但是呢 慢慢的過程是讓他們接受說 我可以照顧好我自己 不用那麼擔心 那進而 他們就會想說 既然沒事 你這樣子打扮 那也是你的興趣 你的工作 既然不會傷害到別人 如果他們自己都沒有說話 那外人可以什麼 去對我做執言 好 你曾經把你媽媽化妝 你自己化那麼好 誰讓你把口紅化那麼好 誰讓你把眼影化那麼好 誰讓你把眼影化那麼好 你曾經好好的幫你媽媽化過一次妝嗎 應該是說我跟我媽關係其實沒有到很好 所以我其實很久沒有跟她好好看過 就是一次了 對 對 真的 那你下次幫我們這些 你的媽媽級的人化妝好了 對不對 也是可以啊 就是雙面我們就稍微打折了 雙面稍微打折 對啊 那 你知道 一個人要化什麼樣的妝 不是只有壞 還包括他原來的樣子 對不對 那 請不要看網 不要看網 因為我已經無藥可救了 冠白 他太樸素了 你要幫他弄什麼顏色 其實我覺得不用去改變任何人的外貌 或是說他的 如果他想改變 如果他想改變 就是 就是 只要如果 不是說 我會想要先去投胎 我的五官很漂亮 OK 就是他如果要做改變的話 我會覺得他可以 因為他的輪廓是深的 所以我會建議他用比較顏色飽和 或是比較亮 彩度比較高一點的顏色 我的口紅有黃黃 沒有 還是 麥克風碰到你的嘴唇 需要擦一擦 你是不是關你的嘴巴 不管我們家的口紅 不管我們家的麥克風給 也怕你的口紅化掉 不然你這個對外表的在乎 很棒很完美主義者 所以你跟同學 如果發生一些事情 親嘴 你是不是一親嘴對方 第一次 我的口紅花了嗎 這樣麻煩 反而我同學都很喜歡我親他們 臉上就是五顏六色 對 我被你親的時候也很爽 對 這怎麼好意思講出來呢 對 來 你的眼 我告訴你 你如果願意當你還要坐高鐵 還要給人家看的話 要不然的話 你的口紅 親他的嘴巴在他的右邊這裡 會使他這一套聖誕裝飾 我剛才是有設計的 使這位聖誕 倫敦聖誕小姐 馬燒亮全同意嗎 對不對 同不同意 沒有人知道我 同不同意 同意 OK 很好 等一下下課過來領我五百塊 來 我那個 飛機講一下 就是說 你自己的 對 說你喜歡保靈魂 你也不會跟一般人 就是跟著寒風 或是跟著這個風 你會選擇你自己 喜歡的審美觀 然後給予他實際上的概念 然後 也聽聽剛才 這個岳王所說的話 然後在現在看到了這個 當代人說 你在經營你的 時尚部落客的時候 你跟大多數的人 在經營你的廣路 那他是靠自己的演出 那你還有一部分是 自己的呈現之外 你還有其他的行銷的能力 要不要談一下 那個經營你的 時尚網紅 其實我做這一塊還蠻久的 應該有十年左右 對 所以大家可能現在 有偷偷來猜一下我的演技 那一開始大家 不要這樣好不好 上台 就啦就啦 乖乖乖乖 乖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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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但是因為 我以前大學期間 念日文系 然後因為 我很鼓勵現場同學 如果你們有交換學生的機會 我覺得到外地 然後可以去接觸一些 就是跟台灣不一樣的 教育文化我覺得蠻好的 那我從就是在日本交換學生的時候 因為就是開始記錄一些像日本的流行文化 然後開始很多人看我 那後來我轉了一個很大的跑道 因為我很喜歡時尚 可是我又不想說專注於在語言這一塊 所以我就去倫敦藝術大學面的 Fashion Marketing 就是所謂的時尚行銷 對 那其實我覺得 因為可能就是日本跟倫敦 其實他們是比較保守一點的文化 所以某種程度上 也有呈現在我個人的一些形象 或是人格裡面 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除了就是有幫品牌 做一些形象的規劃 或是商品拍攝以外 其實我自己曾經有創業失敗過一次 對 就是我從英國回來之後 有當上班族一陣子 那大概三年左右之後那時候想說 哇好像累積了很多粉絲 那我就自己想說 那我來賣賣看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所以我當時有做服飾設計 就有自己的牌子 然後同時也有做就是居家類的一些家飾品 像那時候台灣人我覺得對於居家這個東西 像是鏡子啊 或者是家庭的裝飾 他們會覺得就不想買 寧可是買在自己外在看得到的 對 所以那時候有點錯過這個市場 所以你像很多人一剛開始的時刻 都有自己的創業夢 對我覺得 你是用網路去經營的嗎 當時 網路加部分合作的實體店 對 所以你本來想創業 對 結果那個創業的所謂失敗 教你比較了解你所在的這個市場 就是 其實大多數的人 不是那麼重視居家的所謂lifestyle 雖然你很喜歡 那因為你待在日本 在英國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非常家庭式的文化 所以他們會花很多錢在他的家 花很少錢在他的衣服 我覺得英國人最了不起的男人 就是他永遠都穿那幾套服 對不對 對 永遠都黑色的 對 永遠都那個樣子 然後拿的雨傘也差不多 那女人的髮型都不太會改變 那日本也都是這樣 但是他們的家裡 他的瓷器 他所用的陶器 他所用的東西就是 他那套和服 可能是他家產的十分之一 這樣子 但是大多數其他的衣服 他是很隨便的 然後他們在家裡就很輕簡單的 穿一般的家具衣服 然後把家裡打理得非常好 所以你受到這兩國文化的影響 你就會回到台灣 你就覺得理所當然 看他看到東西就想要代理 他們的下午茶或什麼的 結果很快不發現 欸 怎麼台灣人不太花錢買這個東西 所以你也從你的創業 學到一件事情 所以你才現在有辦法 把時尚抓回來做得不錯 可以這樣說嗎 對 可以這樣說 就是我想說 欸 那其實那段時間對我來講 還蠻辛苦的 對於就是創業幾乎是沒有賺錢 大概持續於三年左右 所以我覺得太累了 對 那我覺得現在這幾年 台灣對於居家 lifestyle這外的東西 我覺得覺醒還蠻快的 所以其實除了我們現在做自己的品牌外 我們也有跟不同的家式品牌 像我們有開始做一些不同的居家佈置 可能拿我家來講好了 因為我今年剛結婚 所以我們就沒有請設計師 那我老公就讓我當設計師 就是去布置一些 像你剛剛說你喜歡的鏡子 所以我們家其實有一面鏡子的牆 等等的 那因為這一塊的東西大家 我希望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居家固定要花很多錢 實際上你也不需要花很多錢 很多東西不一定是說 是用錢去堆出來的 而是用你的品味 像你剛剛有說 有些東西其實是 它是它的 taste 而不是它的那個價值 對 我想要用這一塊去實際給大家說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實現 你自己所謂的 時尚的一個生活家的夢想 所以你在你家裡 弄了一整片牆的鏡子 是各有不同的鏡子是不是 對 各有不同的鏡子 各有不同的鏡子 變成哪個像鏡子博物館 在你們圈裡 然後我老公當時覺得我瘋了 他說到底要買幾片鏡子 但是這樣子組合起來 第一是你在放的時候你的技巧 第二就是去挑鏡子的能力 可是組合起來會很漂亮喔 對 沒錯 就是考慮到不同的材質 然後不同的 譬如說這樣色系 可能也不能跳太多 然後形狀 像我們家有一些是藤邊的 有一些是梅花的 有一些是有點 就是像星星的形狀 然後掛上去就覺得還蠻美的 就很得意的設計這樣子 因為還蠻多人喜歡的 那我覺得在設計居家這一塊 也會考慮到 我自己還蠻重視環保 所謂的居家設計的環保 就是像我們家是白色 那其實台灣的採光我覺得不太好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 就是避免用太深色系了 不然其實整個家裡的氛圍 你可能就是說 欸要整個換掉很多 那像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一年四季就是都可以很通用 我以前曾經有一個採光很差的房子 但是我一直就把那個牆壁騎成紅色 紅色 蠻有趣的裙子 大紅色 然後地板就是黑的 屋頂是咖啡色的 然後我的兩個吊燈是翠綠色的 這蠻神秘的空間 對啊你既然採光不好 你就不要去走採光 就是我要講的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缺點不叫缺點 它是你的特色 就把它設計成一個有點迷離的 然後神秘的感覺 神秘的感覺 然後一個紫色的沙發 這樣的道理 這樣有還不錯 我其實剛剛要講說 其實人的設計 或是屋子的設計 其實都是有相同問題的 對嗎 就是說你其實不要一直看自己的缺點 要去遮寵 而應該看自己的特色 然後去發揮你的特色 放在你用天 有點缺點可言 那我來談一下剛才貝基講的 就是說其實你在後來轉型成 時尚部落客 那這個部落客裡頭 你主要的business model 經營模式 是幫別人做行銷 所以即使你在回到所謂的lifestyle 在回到所謂的生活方式 生活的品味 你也知道你不是在去經營實體 跟虛擬店 而是幫這種店的人去做行銷 為什麼你不是說 啊 時代來了 我當時太走進入市場了 那我就跳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趕快再回到我從操就業啊 然後我就以前很熟了 因為很多人會犯一個問題 就是他踏出的第一步 一旦失敗 他就我在哪裡跌倒 在哪裡站起來 然後不肯認輸 而不是從裡頭得到一點更多的體會 這個體會可能是 就是當時的經驗 你在開業你可以避開 第二個是 當時的經驗 叫做這個東西太累 風險很高 可是我已經很懂這個行業 既然我在做服裝的行銷 我就做家訓的行銷 因為每個人在這裡頭 其實是可以有不同的觀察 所以為什麼你不是 在一個事情上失敗很累 或不是那麼成功 以後你就覺得很不爽 然後就一段時間你就再去克服你曾經的失敗感 而且你有能力把自己做一點轉換 我覺得現在 與其說幫品牌行銷 也算是幫你自己行銷 我把我所謂的審美觀 跟我眼中看到美的世界推廣出去 那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一句話 就是我覺得真正的成功是要用對方法 對這件事情 所以我知道做品牌真的很辛苦 那我自己也曾經做過 所以我覺得 與其是再去重新做一個品牌 因為它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金錢跟時間 那我寧可就是可能 我用我的長才我的專才 去幫品牌做不同的規劃 對我來講風險會比較低 其實運氣很好 第一個除了網路的崛起 讓你可以很快的幫助很多牌子 然後做好行銷 讓你有熟悉網路的行銷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說 以前 再早十年的話 我覺得它如果沒有建築師的執照 或是它剛好 在這部分裡頭有一些機緣的話 那些人是沒有 像是像你這樣子的 一個 不是說我曾經 在哪些部分被完全看到的人 它是沒有機會被人要相信你的審美的 而且以前大多數的人也沒有辦法靠審美 變成他的工作 他只能用審美的 你會說他自己家裡佈置的還不錯 對嗎 甚至他有很好的審美 他在台灣還買不到東西 這樣 因為台灣去採過來的人的審美觀都不夠好 所以你們現在的年齡其實是非常非常好 你們有各種的機會 就是說 北京你可以 不是說全台灣什麼最有名的 拿幾個領域的人 你也可以讓人家相信 你是有足夠的審美能力的 對這幾個我還滿 真的還滿開心 因為我們前陣子就是拍了一個house tour 去house tour我們家 然後就是有大概幾萬人點閱 然後我們就覺得還滿開心 然後也因為這樣有很多不同的 真的是居家線的品牌 不管是一線的或是二線的 開始想要找我們合作 那他們相信我們的審美觀 想要看說在我的眼裡 我可以把他們的東西 創造出怎麼樣不同的世界 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那些品牌他們 因為是要資金嘛 要有倉庫 所以他們的年齡可能都遠高於你 但是他們對網路的行銷 遠低於你的能力 跟對網路不熟悉 這樣可以這樣說 如果再加上你的生命觀 他覺得你是懂他們的東西 可是你也懂在網路上的行銷 對 喜歡他們的東西裡頭的 拉幾下 不像他們自己想像 可以這樣說嗎 對 沒錯 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位背記 第三位我們回到冠白 冠白你去走出這樣一條 好特別的路線 在台語學上就說 他們讓我跳一跳 我們第一個就看到你 其他幾個人 他們設計也很棒 但是純粹在設計裡頭 而沒有後面的理念 或是光有理念 而沒有能力走出一條設計的路 你知道台灣以前有很多 很會選布的設計師 或是蠻有理念的設計師 但他們可能在cutting 在剪裁的部分 就是他的衣服就是布 不夠好看 或是布很漂亮 穿上去是不夠好看的 諸如此類 我想我不是特指哪些人 但是這是以前的我們的問題 這樣子 可是你的衣服就是 在台語學上就有 所有的人一波 然後大家在跳的時候 看到你一走出來 你的model 所有的衣服都是挺的 然後都漂亮亮亮的 每個都非常stylish 就是這樣子 那感覺上就是好特別 就很好看 結果發現這個背後 有很多理念 大家就非常非常感動 可以告訴我們 跟我們大家分享 你怎麼樣走上這樣的一個 自己的創作理念 自己的創意 跟你走出來的路上 你的歷經的過程 好嗎 乖乖 這真的是一個蠻辛苦的路程 就像我跟老師講過 我們真的是神經病 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一個是作為時裝設計師 在台灣已經很辛苦了 那又要做一個比較 永續的一個時尚品牌 那更辛苦 所以我們歷經了一年半 來籌備我們的牌子 所以所有的商品 我們的衣服都是在地婦女 而且可能都是需要幫助的婦女 她幫我們製作的 那這些婦女其實30年前 是跟台灣一起起來 經濟起飛的一群很厲害的裁縫師 那我們很堅持要在地製造 很堅持所有的東西 我們這一輩子這牌子 就只會用回修的布料 回修的牛仔褲 重新再做成衣服 那原料來源 我就要去回修室裡面挖 或是我要去跟房子廠洽談 所以光是生產線 就準備了一年半的時間 那東西一出來了 我們是覺得很有意義的 但是消費者買不買單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們的行銷 就要夠強烈或是夠明確 在同時又要去找錢 因為做是搞行銷就要錢 然後做通路就是要錢 所以一步一步這樣子 我們也很慶幸的是 永續時尚這個議題 在去年開始 慢慢在台灣有發酵 那老師也一定知道 在歐美這個議題 已經是非常盛行了 就像減塑在台灣很盛行 但在台灣還沒有太多人知道 原來衣服已經是 全世界第二大的污染源 所以很慶幸 今年像文庭老師 他願意來幫我們 來幫我們推廣這樣的議題 就是可能 或是我們的時裝週 他也願意來推廣這樣的議題 因為說實在台灣的媒體 就算是時裝界的媒體 他可能也是從今年才開始了解 或是願意要推廣這樣的議題 所以我們很 雖然也幸運 我覺得人 真的也許你有90分的努力 但你真的還是要有10分的運氣 跟著這條風走 慢慢的 我們也滿 從開店到現在 從去年11月開始賣 到現在才剛買一年 就已經滿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也就滿庆幸的 真的感恩 謝謝 一般人在你的狀況裡頭 就會不斷地抱怨 但是你就一直說很感謝 其實這種態度也會影響一個人 歷經創業的辛苦 因為他不覺得是辛苦啊 他覺得堅持理念 本來就不是容易的實驗 可能不會被看見 然後你覺得 才一年就被看見 很開心這樣 對真的 因為我們當初第一間 我們就想說 要怎麼把這牌子打出去 所以一定網路絕對買不好 因為我們的東西貴 可能一件T恤1200這樣 那一定要有一個實體店面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的資本額 就砸去做了一個實體店面 在哪裡呢 在華山的玻璃屋 一間快閃店兩個月 所以那兩個月 我們消耗了回收的牛仔褲900件 那我等於說我幫這個垃圾 重回了新生命了 那這也代表說 原來消費者可以接受 這些回收的垃圾 所以很聰明的是說 現在如果你不要一開始 完全去租一個房子 前面很久 就先從現在所謂的快閃店 現在很多快閃店 去幫忙這種新創產 對 然後你在那個地方 總共兩個月 你就被看見了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開始很多媒體 來報導 做專題 那再來我們就去 剛好順風搭上文化局的這個 時裝中 那我們也被海選出來 選出來說是主推的設計師 就一步一步這樣子 那可能有很多的 我們也做批發生意 就是我們也做記憶禮贈品 所以能讓我們賺錢的事情都做 但當然都是要同樣理念的夥伴 所以我們跟永光銀行合作 幫他們用回收的制服 結合我們的牛仔褲 再做成媒體禮物 所以他們 其實大企業最有能力 來幫助解決環境的問題 還有一些肉食婦女的問題 所以剛好也就是都搭上了 嗯 談談你這件衣服 你也就自己自我實現 把你爸爸的衣服做起來 那你家裡其他的人 看到你做這件衣服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覺得 我們家裡唸時尚的人好棒喔 對不對 他把一個家族的故事說得那麼好 這樣 欸 姨王你有沒有覺得好棒 對不對 來 你說 故事一真的 因為其實Storyway的牌子 其實我們常被挑戰說 你明明就是要倡導永去時尚 你為什麼還買東西 你應該就是要倡導不賣東西 但我們其實在做這個牌子的時候 他就是要解決回收垃圾的問題 回收廢棄啦 廢棄不了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半的理念 其實就是要倡導說要習悟 但講習悟真的是還蠻無聊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說做了這件故事 其實你有既有的衣服 你重新再去拼湊它 其實你自己還是可以穿 就像貝姬一樣 他用二手的衣服重新去捏造出來 其實還是一件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從我的這個故事一開始 我希望從我的一個示範 讓大家也可以重新來做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有人會覺得 你的故事衣或是你的環保衣服 不可以賣 這個邏輯是因為它在我腳 你有一個工藝的概念 有一個奸細的慈善的 或者是一個更高的理念 你就不可以把它商品化 你就不可以賺錢 你就要賠錢 它就應該免費取得嗎 這個好像人只要搭上一點點道德 後面就會被那個道德綁架 我覺得這個不是鼓勵 這個是摧殘 你知道嗎 我覺得台灣現在有這種問題 就是說如果這個人 他在以追求資本主義的利潤為何系 大家都覺得是理所當然 甚至會很崇拜 在那個企業領域 或是經營領域裡頭 賺大錢 然後可以幫大家創造很多工作機會 也是一種貢獻 可是這種人他不會受到 太多的道德批判 最容易受到的太多運 反而是很多慈善跟公寓機構 他只要好像地毯上 跑出那邊蟑螂 你就說他這個物資都是蟑螂 他不能有一點點的瑕疵 甚至不見得叫瑕疵 是你對這件事情 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那他從他的邏輯意見來講 其實也可以行得通 簡單來講 你就是在神父身上挑 他有沒有長濕疹 然後你就懷疑那個神父的濕疹 可能就叫性病 所以因此就變成 我發現在台灣做一件 有道德理念的事 是一件危險的事 因為當你一旦做比較有道德的事情 人們就說 你想得到掌聲 接著就用很高的標準去檢驗你 那一旦他認為 他認為不是真的 他認為你不符合 他期待的完美道德 所以你的攻擊就隨之而來 所以我剛才是順道講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你的衣服 因為資本主義本身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 它被認為是優越於共產主義的 就是說 它可以透過創造利潤這件事情 推動文明 當然我們知道資本主義 並不完成是如此 資本主義它可以提高效率 鼓勵發明 它可以做很多人們覺得是正面循環的事 它又有它貪婪的一面 那冠板剛好把資本主義的某些優點帶進來 我們稱這個叫社會企業 就是它對這個社會裡頭是有責任感的 但還是一個profit 的企業 因為你只有以利潤為中心的時刻 它還是早上賣衣服 那對很多人來說 我可以買一個東西 它後面是有故事的 一千二的T-shirt 或幹什麼的 然後你可以把家裡的東西重置 那既然又可以提供這麼多 在地的人一些工作 那你本來就要付一筆錢 因為你買什麼東西都要付錢 為什麼買比較好的東西 比較有道德理念的就不用付錢 我覺得 就是大家這個觀念裡頭 好像那個開車的轉檔轉不過來 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我想沒有一個時裝設計時會受到你的挑戰 只有當你給予時尚一定的使命感的時候 你就會受到這個挑戰 沒有其他服裝的時候 有人說你為什麼賣衣服 你當時會不會覺得這個提問你很受傷 會 我會 因為我 但可能我個性 我就覺得來就來吧 然後我都接受 因為其實我們在走時裝中 我的理念本來就是我要告訴大家 時裝產業是世界第二大污染源 那這其實有點爭議了 你要在時裝週裡面講這件事情 其實蠻矛盾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 其他設計師可能覺得我被受攻擊了等等的 然後新聞稿會怎麼寫 大家會怎麼說 但其實 所有的歐美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們不害怕 台灣媒體要害怕 那 我會說服他們就是說 他們在說的是這些廉價服飾 然後快時尚 所造成的問題 不是在說我們正軌的這些設計師 他們會挑很好的布料 也許是這種比較天然原始的布料 來做成的衣服 或是他保護勞工 他很在乎勞工權益 這也都是永續時尚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需要為了這件事 你被打擊或是覺得威脅 其實如果有一個狗仔隊跑去 就是隨便訪問一個罵你工作的女性 然後她可能剛好心情不是很好 需要去看行李醫師 剛好女王又沒有帶她去 然後結果她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踢到你說 哎呀他們說什麼要給我們在地的婦女永續基因 她根本就是血汗工廠 你會幹嘛呢 這件事也發生在台灣 也就是在網路界 然後如果你的 我覺得我如果跟你一起走時尚中 假設我是一個服裝設計師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你後期之手 很快地在一起 被抬損出來 而且我就覺得以前我是 以為我自己是很高尚的品牌 可是跟你站在一起 我似乎在道德裡頭 就若你一點點 那我心存不滿 那我就去找一個人來攻擊 我們上次上課有一個雅虎很厲害的專案經理 叫衛寧 他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網路行銷 他告訴我其實網路行銷這個名稱 背後也就是現代網軍 他有所不為 當然他也開玩笑就是接不到 他不做政治的網軍 但是他們做很多商業網軍 所以他因為以前他們有20個人 就配備網軍團隊 他有很多的經驗 因此他就發現很多在商家網路裡頭 有充現的所謂 那個董事長發了一個言問 一堆攻擊出來 他說那個是網軍幹 因為沒有正常人 需要對一個出自好心講的話 其實你看不舒服 有一兩個人可能會不同的理解 可是不會有這麼多 海山倒海的留言 那就是網軍做的事 好了 那我去買一個網軍喔 像20個人的網路行銷公司 不要多少錢 然後就看你在台北市場 就還好我們台北的設計師沒有做這個事 然後就攻擊你的品牌 然後就去哇這個事情 那你就百口莫辯 那你怎麼辦 你繼續紅下去就不有一天喔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說我憑良心做事 但因為其實我們的 所有衣服上面都有個身份證 明確的告訴你說 這件衣服做了幾個小時 原料來源是哪裡 然後手工簽名的裁縫師的名字 那這裁縫師有些媽媽真的 她就是會過於好心 明明一件衣服只需要做可能六個小時 她就寫 偏偏要寫個十五個小時 她覺得這樣她就是代表問用心 那對我來講我也很感恩 我也覺得你這樣對我很好 但是就會有人會覺得 那你是不是學愛勞工 你剛剛她一件衣服做十五個小時 然後你才賣三千塊錢 那你這樣不對 那你分她多少錢 你賺多少錢 全部通通都一起賺價 全部都賺價 那我也只能 我真的我也沒辦法 真的去辯駁什麼 如果真的哪一天這麼紅了 有人願意這樣來攻擊我 其實也是好事 代表我有這麼一點紅了 那我百孔莫病 我也只能說 我可能可以讓這些協會來幫我解釋一下 因為畢竟我跟協會們的關係都很好 媽媽也很愛我 所以我也只能這樣怎麼 又啊 你有什麼 我覺得你是身心百戰的 你覺得怎麼辦 如果你 你幫萬百再去 假設你在幫萬百 那基本上我就是不會多做任何解釋 因為 你再怎麼解釋 就是還是會有人 惡意地去攻擊你 他們是現代人你要聽喔 那個衛名就說不講話 你只要講話 冷處理 冷處理就是唯一 因為那是網軍攻擊 你只要解釋 他們就會找到你的話的破綻 你媽媽很愛你 難道我們沒有媽媽 就不回應 不講話 你要辨別是不是真的評論 真的挑戰 哪些是來惡意的 就是現代經營網路經濟裡頭 很重要的一項目 真的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或是他根本就是為了 為了其他的 人家給他錢 他來攻擊你 這個機率其實在台灣現在 非常非常的高 那台灣因為整個PGT 的文化 然後網路市場力不是那麼大 那所以池子小嘛 所以網軍20個人就可以 毀掉你幾個人的努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蠻恐怖的 被激了 你有這個感受嗎 有欸 我還蠻明顯的 我自己是沒有那麼常被攻擊 但像前幾年有一個叫做 靠北部落科 不知道現場哪有聽過 現在有很多靠北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第一個起來就是 這個很恐怖的平台 那他可以讓所有的人呢 都匿名上去講 任何一個人的壞話 那因為這個平台 當時就有一個藝人 其實他比較像藝人了 他叫Cindy 他就過世了 那因為他受不了這幾個網軍 應該是連續一兩個人 一直在攻擊他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蠻愧疚的就是 因為在他自殺前一個禮拜 我還有就是在某個活動的時候看到他 可是他看起來就是這麼的開心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有替他伸出元首的話 我就覺得自己會覺得內心比較好過一點 所以後來這個平台就整個shut down 對 誰的平台選擇靠北 這個靠北部落科 靠北就shut down了這樣 對 因為身體自殺 大家在反攻擊靠北 對 因為大家想要去知道說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包含我自己也有被寫 但因為我可能不是這個圈子領域最紅的人 你最紅的人真的是最容易被攻擊 因為會有很多人眼紅 可能就是那兩三個人 那因為像一些 我覺得現在網路上有太多不實的留言 那當時我有時候搏擊 有些人就會在下面說 蛤?我看不出來是這樣子的人欸 蛤?真的嗎? 那原本沒有受到這個言論影響 看完也會對你產生一些負面的觀感 然後那時候我每天粉絲團 可能就流失了 大概 應該每天掉個三四十人嗎? 對 其實是很恐怖的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網路留言 所以如果 就是因為今天在講網紅 如果想要做網紅部分的話 我覺得對於 嗯 別人看你的眼光 還有 網路上的一些言論 自己要有一些 嗯 強大的心智嗎? 只要有辦法定奪了 對 這也有辦法定奪 對 有辦法定奪 有些人在經營網路 尤其像這樣很耀眼的人 她每天起來會看 我增加多少跟蹤者 作為我今天的成就 好像我的存續一樣 你知道嗎 就以前逃難的時候 大概是我今天增加存款多少錢 那現在變成另外一種 每個人自我肯定的一個index 一個指標 就我今天增加多少網路的followers 我這個月增加了多少 那我什麼時候掉了多少 How to verify 哪些會增加 哪些會掉 那這是一個很可怕的 社會操控陷阱 你知道你做什麼樣的角色 Then you can please 我們以前沒有網路的時刻 你其實沒有那麼清楚知道 你做一件事情 跟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是一個 在體制上面壓抑個人的 但是個人沒有必要取悅 這個社會到這樣子 好像無所逃避的狀況 那接著 電視媒體各個公司就有收視率 政治人物就有密調 店面就有每天的銷售 那越來越數據化 那這種數據化呢 把所有價值的東西翻掉 只剩下量 只剩下價格 只剩下銷售 所以今天整個資本主義 把所有的東西 如果有所謂缺點 它的優點我剛才講 它會鼓勵創新 鼓勵人們不斷的投入 它各種不同的經濟 因為它可以產生利潤 然後這個利潤可以反過出來 不管是對個人生活的改善 企業的規模的拓增 或者你的理念更加的實踐 或者就是就是 就是不斷的環 那我也不要講說 一定可以去幫助別人 那個是有些人 會做些人不會做 但是光是前面幾個部分 它就是這個主義的優點 它很大的缺點 它把所有的東西都 尤其現在是壓榨成一個數字 你女王叫做多少個最終者 就是你的木志明 加上我每個人死的時候 不叫做陳文倩生你1958 死於多少年 叫做你的followers是多少人 那你死的那天 你的followers 還會再增加或堅守 but you don't have to care anymore until that time 大多數的人 就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然後就很在乎說 欸 我今天為什麼掉了這麼多 其實你先驚嚇你的 為什麼會掉這麼多 接著再不為所動 它是第二個思考 第一個思考不會說 什麼鬼東西是根本不重要 你就會再看這個followers 這樣做 你就會不為 就不由自主的被這個東西給控制 所以人是如此的不自由 人是如此的可笑 渺小 everyone 每個人都成了小丑 不管他有沒有做 你今天的裝扮 對吧 有沒有這個感受 所以我們要不要今天 在做網紅經濟的時候 繼續告訴大家 什麼叫網紅的成功 什麼叫網紅的痛苦 什麼叫網紅的危機 什麼叫做在網紅時代的人生 它有好幾個不同層次 那講到這個層次 我想所有的人都想要說 我想爬到網紅再說 但是其實他們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 你在進入那個體育比賽的時刻 你要先把你的500公尺跑好 把你的肌肉鍛鍊好 那女王我想說你在這裡頭身經百戰 你不可能一帆風順 你談一下你的經驗 問題再一次 喔 明星董 我跟你講 我能夠你跟我學生嗎 他只在想他的頭 沒有 然後他的樣子 好啦 你就講人家攻擊你 你怎麼樣 然後人家退你粉絲 你怎麼樣 人家增加你粉絲 你怎麼樣 我目前還不會到真的 去care那個粉絲之類的 因為 我現在也還沒有多鬧 就是會掉多少 會讓我心動 對 所以我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是 專注在學業 還有自己的工作上 所以少 反而是一個幸福 是吧 反而應該是我回去關注 多於少 OK Great 就是你到了一個境界 你比較在乎你的腰圍 多於少 對吧 對 對 對 你每天量你腰圍嗎 我會啊 我會每天量體重 哦 那你怎麼斷領你的腰圍的 因為我就是不健康的檢食 去減肥法 就可能一天吃一餐 或者是週末的話 就是兩天吃一餐 這樣 我聽到倒吹一口氣 對啊 但大家就很不健康 大家就不要學習 對 你繼續活下去 當我們那個VR醫生就好 當你的Fower就好了 這樣好 那天堆攻擊的話 我真的是不一定在乎 因為我真的從小就已經 備受攻擊 對 所以我才問你這個問題 這是什麼問題 就是你備受攻擊啊 我前面的問題有 我就想問你從小就備受攻擊 我看你根本人家在攻擊 你根本就少一條氣 只在注意我口紅掉了沒 所以人有一個好處啊 他如果每天都在注意他的口紅掉了沒 他就忘記有人在攻擊他 這樣對嗎 對 或者說有可能我會故意去忽略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種稱讚 好 給你選擇題 你的口紅破到這個 它掉了 你的口紅跑出來了 這件事情比較嚴重 還是有人在攻擊你 當然是前者 因為攻擊我真的是不計少數 我真的不會在乎 但是口紅好不好看在整個我的重點 那你的絲蛙破了比較嚴重 還是被人家攻擊比較嚴重 當然都是以整體我自己個人為一些重啊 所以別攻擊我就是想說 就是有人在講話 聽到沒有你們只是在講話 這個態度 記住了 換把聽到沒有 我謝謝你 我知道有人在講話 你今天不是一無所得 你有沒有覺得 記得有人在講話 那個人可能是匿名的很奇怪的人 但你不要再追究就 有人在講話 但是 因為越追究你 反而會越讓自己先迷逆中 然後你就會覺得 怎麼那麼多人在罵我 怎麼那麼多人在批評我 然後你反而會越謝越深 然後你到最後反而會過得更不開心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但是過好自己的生活 自己開心就是最重要 因為像我這樣子的打扮 就是 因為我算是很 就是我沒有表情的時候很兇 所以我個人是不會遇到 有人敢當面罵我 他們都是在背後 可能是留言或什麼之類的 但基本上假如說 有人真的敢跟我對 就是罵我的話 我也會直接跟他 面對面的就是 起爭執 因為我是沒有在怕的 你平時把自己的眉毛畫這樣 我在罵你囉 我在罵 你看 我沒有feeling 沒有我想說 我以為你是認真的問問題 想說學不懂我教學 我告訴你 他其實不是來自於他的智慧 是來自於他的天分 因為他就是 I just don't care 我跟你講 你眉毛畫得很長 你雖然化妝眼睛畫得很好 口紅顏色跳得很好 可是連眉毛的頭畫的根本就是不對 然後那個整個太硬 你自己上化妝技巧 大有改善的空間 我懂 因為確實 因為我化妝技術是 應該說我化這樣子的妝 是今年才開始畫的 所以我當然還在做 還在進行學習 所以一切的指教 如果是真的有用的指教 我會接受它 然後反而會謝謝對方提出來 我是亂講的 然後 走 說話害我緊張了半天 我今天有漂亮嗎 有嗎 有沒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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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實踐念什麼戲啊 搞笑戲啊 沒有啦 服裝科 蛤 服裝科 服裝 OK 那你的老師一定太喜歡你了 還好耶 對啊 因為我有時候會太過於專注在地的那班 然後就忘記做作業 對你來說 對你來說 今天唱好口容 今天把作業做好就不要 對啊 或者說 有可能我在美感的部分 會跟老師有起比較多的爭執 可能他覺得說 這樣子會比較符合現 就是可能評審你的口味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會覺得我就是想要這樣子做 然後我就會起爭執 到最後我還是會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現在不只對你的臉有興趣 我對你的戒指超過 你的戒指是啥 就是 它算是 水晶啦 就是很大一顆 很漂亮 外白有沒有覺得很漂亮 為什麼牽不起來啊 就在復古當中 就是有一種復古味道 它顆亮亮 然後它的整個 就跟你的那個胸針的繁複完全不同 它做得很簡單 然後非常有力量 也只能有一個重點 那為什麼重點 是放你的胸 你沒有胸部 你應該放你的腰啊 可是因為腰會擋住啊 而且因為胸部 它好可以掛在胸罩上面 所以就是 重點會集中在這裡 就別人一看就 欸 我看到好漂亮的 OK 你不要覺得我在冒犯你 我亂問問題 好吧 沒有 就我們被冒犯的太多了 所以 當然真的是小兒科 OK 好啊 你為什麼沒有去龍路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要做 這麼完整的變形的手術 因為我身邊還蠻多姊妹 他們真的是龍路 但是下面依然保持就是存在 就是存在 他們會覺得樣子 他們是最自在最舒適的 那目前我覺得 我對我自己現在身體 這樣子的存在 以及樣子是舒適的 因為我覺得舒適就好 你要不要告訴我們 很多貧窮的女人 貧窮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穿衣服會有時尚感 因為有時候太巨大的衣服 會把衣服撐壞 或是說會把那個形狀 會跑掉啊 所以 現場應該會平胸吧 你說什麼 沒有 我剛剛什麼話都沒說 很緊張 你覺得 平胸真的 我真的有碰過我的很好的朋友 會因為平胸 沒自信到 他覺得他對不起他老公 然後 穿什麼都覺得 他都覺得 他就是沒有自信到一個 明明長得非常漂亮的一個女生 但就是因為沒有胸部 所以沒有自信 所以平胸真的有個優點 他穿什麼都好看 因為如果女生有一個厚度的話 像我本身就是有點厚度 雖然我沒有胸 但我的肩膀比較寬 他穿就是挺不起來 如果你身高又再高一點平胸 所有的模特兒都是 你看每一個模特兒大概 可能胸部也比你小 就真的他有那個時尚感 全部比我小還得了 因為台北很低了吧 不是 台北什麼 台北很低 台北很低 沒有 我應該要講的是 現在已經是惡病已久了 大家真的是要擁抱自己的SFT 就是 如果是朋友之間開玩笑OK 但是如果不熟的人 或者是 真的不要對任何 別人去做身體上的評論 因為這真的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 大家應該要選擇去尊重別人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如果貧窮的話 別人的重點就會放在你的衣服上 就不會被其他兩個脂肪的部分吸引住 那裡頭不是脂肪 還有別的東西吧 OK 我們今天是在幫平胸症 有一次有一個很貧窮的女人 她就哭訴跟我講 我就說 OK 你很貼人的貧窮嗎 她說對 我很自卑 那我說你自卑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如果她是有婚姻上的問題 我就會跟她說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 你也不用這樣每天自我對話 因為現在的龍乳技術很好 而且不像以前的龍乳 會有矽膠導致乳癌 現在龍乳技術很舒服 而且以前 不是我啦 我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她也是一個平胸 她就在一個整形外面上班 她說哎呀 她一生就是 她也搞不清我自己是女的 還男的 然後她後來就嫁了一個 很像女人的男人 然後後來她們兩個真的去做 身體健康檢查 她的老公就 因為在港北地上 蠻性質比她高 所以老公就先坐下來 聽醫生的報告 醫生就說 欸 你的女性荷爾蒙怎麼那麼高 她老公是我太大的同學 然後就想說 我待會兒再給你開藥 那先請你太來進來 她一坐下來她就說 欸 你的男性荷爾蒙怎麼這麼高 哦 你們倆是膚淺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這樣子啦 她就告訴我說 她以前很慎重地考慮藥的路 所以她就去摸摸摸摸 她說 哎呀 超好摸的 然後我就去問了一個男的 我的好朋友 他大我大概十歲左右 但我們這種年齡講話 就沒有期待了 她曾經有一個女朋友 是台北市最有名的演藝界 然後經常 當時最有名的演藝界的女明星 然後她經常曝露 然後拍半裸照的照片 然後sexy的不得了 然後她的胸部是做的 我就問她說 欸 到底從你們男人角度來講 摸一個真的摸一個腳的有差 欸 我告訴你實話好了 摸起來沒差 所以我就給那個 因為平胸在跟我呼訴的人 就是我給你兩個建議 因為現代的整形手術 其實人要超越很難 那比如說 像那個盧廣東講 天然的雄厚 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去做整形手術 第二就是 你不想做整形手術 那你的老公就嫌棄你 你就跟他一起婚 因為他對你的嫌棄已經造成你的自卑 而且他會嫌棄你表示 他跟別人的關係 過度地用體化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的婚姻拖下去的話 他對女性跟另外一個伴侶的需求 可能一直都是跟身體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外遇機率很高 那你在這個狀況裡頭 你還有未來的風險 所以你就乾脆自己主動提出表情問號 所以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做整形手術 第二個就是跟他離婚 那貧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很快就可以分辨 到底能夠愛你的男人 他愛的是你 還是你的身體 如果你是一個豐滿的人 你還分不清楚了 對吧 你根本分不清楚 你以為他愛的是你 結果他愛的是你的身體 結果有一天 當你身體老去的時候 他突然不愛你 才大驚小怪 你根本搞不清楚 他愛的是什麼 所以貧兄是一個很好的checking point 我就跟他鼓勵 然後後來想了半天 他就跟他老公討論 他說 我建議他 要不然去龍 要不然就離婚 他老公嚇壞了 從此就對他非常好 都不敢講話 然後他就隔一個時間說 我賣不了離婚 他說不不不不 他說那我不去龍 不不不不 然後 好一個人 做個事情 到了一個年齡以後 他又開始提這件事 我說你為什麼提 他說這是我一個終身的自卑 因為他在乎的已經不是他老公 而是外面人的眼光 我說你呀 想不清楚 我跟你講 平胸的人穿衣服好看 你到底這輩子有 跟多少人是要脫衣服的 你要脫掉衣服 才會注意到你是平胸 還是風不休滿 人們才會去住這件事情 其實平胸的人穿衣服 遠比豐滿的人穿衣服好看 會不會講 對嗎 我是講的一對 對 對啊 那所以你真正的風險 只有在你脫掉衣服之後 請問你這輩子 是要脫衣服給幾個人看 你自己有信不欠揍 我這樣講 對嗎 我說到底 你已經 就是說你到底準備脫衣服 給多少人看 你要怎麼care 你這件事情 我就跟他說 要不然我給你交換好了 我很困擾 我在穿衣服這件事情 我頭很痛 我這樣 就是 他說 你不來就我們就想配去兒童婆 那其實我知道這種感覺 真的 那個真的是對自己自我的要求 因為像我有時候 我之前有一陣子變胖的時候 我曾經想到就要動手術 抽掉熱門 跟那個做隔胃手術 這樣會變得有點病態了啦 我覺得如果真的那麼在乎的話 財力也夠 真的可以去做 畢竟是滿足 畢竟是自己的身體滿足 自己對自己的 需求 你講的對 我告訴他說 貧胸有救 豐滿沒救 因為我 豐滿是我看起來胖 其實我沒有大家看到的 那麼胖 那我要把它抽 想要怎麼抽 我要抽想要怎麼抽 因為沒有一個醫生要幫你做 除非得了乳癌 誰要幫你割啊 而且割的下場很慘欸 因為他也不可能割一半 他要割掉全部 然後全部挖掉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誰要搞這種事情 對吧 所以 貧胸有什麼不好 我講了半天 一路一路解析 解构完畢 突然覺得 在場胸部豐滿的人請舉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到怎麼 有看到 有一個女孩 有一個是你舉手啊 是 我也覺得是胸 但你是胸部豐滿的 是 謝謝 這種很有自信 我們在場只有一個人舉手 你們其他胸部都很平嗎 男的 男的你怎麼沒有舉手 男人都是平胸啊 你們沒有 男人 你有沒有意識到你們都是平胸 那你們覺得很在乎你們的女朋友 是不是豐滿 你怎麼沒有看到你的女朋友 可能也很在乎你們平胸 這樣 至少你們有六塊肌這樣 這邊台北市有一個 立委候選人 因為他身上有六塊肌 哇 這樣很多人就說想做無太太 我的媽啊 這樣子 這個你知道 男人也需要兄弟這樣 對吧 這個 你再舉手 蛤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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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也是敢看 你也喜歡這個立委候選人 啊 真的很可愛 我們講的是同業人嗎 吳一龍啊 你就很愛他 對啊 他真的好可愛 你為什麼喜歡他 因為他就看起來很安厚老師 然後身材有好 身材有好 對啊 誰不喜歡身材好的 誰不喜歡 而且是男的 唉 真的是很可口 很可口 以前我跟妳講 我們很久很久以前我曾講一句話 哇 那個人欺詐了 那個人的名字叫做馬英九 他們就問我 大概在199697的時候 他們說 你對馬英九的印象是什麼 因為當時馬英九是很帥的小馬哥 好多人都好遺膽 然後大家都招架不住 不管是綠軍的藍軍的婦女票 上面都糟糟糟這樣 然後他就說 你對馬英九的看法是什麼 我說我很喜歡他 他是我最喜歡的男性政治人物 他就看著 因為我跟他不是完全政治立場一樣的 所以他就看著我很吃驚 然後就問我說 他說 我說對 他終於證明男人可以靠美貌取得權利 他欺詐了吧 英九 然後吳明農終於證明 男人可以靠身體取得權利 Right 這很棒 OK 你也很希望嘛 對不對 很可口 對啊 好吧 其他輪到你這個話題 這個 男人終於慢慢的像女人好 他們覺得很棒 那男人也開始重視時尚 這個世界越來越美好 這樣子 其實被子孫才很好 從側面看就是會有喜馬拉扇 我剛才是開始舉手 我覺得剛剛有講說平胸會很自備 但是我算是比較 我還有自己舉好豐滿的 對 那我自己也曾經還蠻自備過的 因為我知道現場可能大家對於自己胸部尺寸會很揍我 但因為 我覺得現場的同學應該對胸部尺寸都還沒有任何概念 好酷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可能還不會說 我胸部很 我胸部很小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等於是給他打一個不錯的預防針嗎 或是思考 未來的一個思考 因為我自己也很熱愛時尚 所以我知道平胸真的穿衣服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時髦 所以我有一陣子 為了想把我的胸部看得少一點 我覺得不穿內衣 大概是大學的時候吧 對 現在開始看我有點緊張 就是 你就是想說不穿的話 可能大家就不會注意到這一塊 或是說你衣服不會說有一個曲線凹凸不平 但我覺得漸漸開始長大之後 或是出社會之後 我覺得我越來越喜歡自己的身體 或越來越喜歡自己 對 所以我也不會因為說 我不會因為說 欸今天想要賣弄這個身材 然後車裡穿的比較少 或穿的比較多 我選擇我今天想要穿的衣服 對 所以有時候大家可能看我說 欸今天包很多 像一顆倫敦的聖誕樹 那為了一些Party的場子 我可能會穿得像女王這樣 然後去展現我的身材 是沒有 老公可能會生氣 但就是你知道 只要穿貧孔的 看起來就會很明顯 那就像你剛剛講的 大家其實不會去看你的衣服 大家看的是 你的事業線 對我的事業線 對 所以我還是會 有時候會隱藏一下 我怕大家你知道焦點放鬆 那人家焦點放你的臉上 為什麼你不害羞 為什麼上網去也是一定要害羞 就是很奇怪的事 我這樣講話有道理嗎 沒有 欸有道理 講出來 我用英文的思考去講 不好意思 OK沒問題 但其實我覺得 可是社會太誤化女性了 就是大家真的會 我覺得你自己也太誤化自己 因為你會覺得說 我展現出來 別人看我 我會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敢展現出來 我現在62歲 我還會穿低胸衣服 人家看我什麼 我從來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直到別人說 我就說有這件事嗎 我根本不知道 我的邏輯很簡單 因為我整個脖子 是會過敏的 我是一個免疫系統 有一招涼 不是 不會招涼 因為我這裡有可能是熱騰騰的 因為免疫系統 最重要的攻擊的地方 平常它不需要特別發病 皮膚的脖子 在你的甲狀線等 所以我 any time 我的脖子的溫度 都跟身體其他瘋狀溫度 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不能穿油領子 高領的衣服 你就要穿低一點的影子 然後一不小心 你就會露試驗鞋 那也不需要小不小心 至少我這樣比較不會過敏 而且我覺得很舒坦 看起來 I think it's comfortable and beautiful why not 而且我到現在六十二歲 完全沒有掌重 我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my shoulder why not 你為什麼要害羞 你們今天好往 題目偏掉了 OK 好 謝謝 有人應該特別去開業 跟平胸有關的marketing 叫時尚行銷 平胸的時尚行銷 適合平胸穿的衣服 適合鋒滿穿的衣服 你不覺得嗎 然後不同 乖乖我們回來談一下 不談那個身體的自信 回到主題來說 就是我們剛才 歷經了幾番的討論 當然有辦法 我們是談整個身體的輿論問題 就是提論跟你身體之間的關係 社會眼光和你身體的關係 社會眼光也會跟你的 網紅經濟有關係 然後現在不走網路行銷 似乎是很困難 但是你又要做實體商店 因為你都賣得有點貴 所以在網路上 你用什麼辦法 處理你的品牌行銷 其實我們經營 畢竟我們經營議題時尚的 比較偏議題性的品牌 所以當初我在倫敦修措施的時候 主要是專研永續時尚 雖然我是念時尚管理 但是我的教授本身就是 專研在永續時尚裡面 所以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在研究這個話題 但我發覺你回到台灣 大家不太知道這個議題的時候 但你不能怪國人 因為大家就是沒有這個消息 進到中文的介面裡面 所以我們花了大概兩年時間 不停的在翻譯這些文章 整合國外的文章到台灣來 那你就會發覺 這就是有點像我們這種 一體操作的品牌可以做的 等於我不是正在賣商品 所以我先告訴大家我的資訊是什麼 然後你的生活裡面可以 參與到怎麼樣子的永續時尚 所以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我們有比如說時尚購物的一個 購物指南 什麼叫做永續時尚 應該要怎麼購物會比較好的 一個建議方式等等的 那等於說我們的牌子就是 其中一個解決之道之一這樣子 所以我們操作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就會比較偏一體內容方面的一個方式 好 乖乖 棒 那我想提一個 你曾經可能沒有想過的一個概念 是我最近看到一個報導 我看到 哇 那是很棒 當然我是因為剛好如此了 你知道染頭髮 也是世界很大的水的污染源嗎 一定得往下場看 還有那麼多的化學物質 對不對 然後那麼多人 年輕的時候 都想把自己的頭髮染成一個很特殊的顏色 Stylish 就像他戴假髮是超級好 他把自己的頭髮直接回收在裡面 然後都蓋上去就好了 對嗎 然後我上次看到他就貼把膠上面噴顏色 OK 可是 他就 蛤 蛤 那是染的人 那是染的人 OK 你也是染的 我以為你是只有噴顏色 其實染頭髮對水的污染 並不亞於 紅茶 對水的污染 這是最近大家 我看到在Svizzle 在瑞士 很多提出來的觀點 其實想想也對 只是沒有人跟你提醒 那我們在現場四個人接 我一個人沒有染頭髮 可是我二十歲是頭上每天噴不同顏色 我是用噴的啦 那我會 以前也會染頭髮 就是會把我的假髮拿去染 因為我不可以放化學物質在我頭上 然後等我 不過我覺得頭悶得很熱 當時戴假髮有幾個理由 一個是為了造型 每天搞不一樣的開心 然後第二天我懶得去 我覺得女人最傻的事情 就是整天去美容變亂的理由 我覺得那婆婆媽媽真可怕 然後呢 我覺得在好浪費時間 我一點耐心都沒有 第三個是我後來做的很多工作 是電視的工作 電視的工作 我常常覺得 化妝這麼久 梳頭髮梳這麼久 我又不是在這裡做 走秀的模特兒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戴個假髮 我就每天拎半頂假髮 然後就很像提一個人頭皮 被我殺了一樣 然後就走進去電梯 他走進去電梯 他每個男人都很怕我 好像我是殺人犯一樣 然後吵吵了頭髮 看起來蠻像鬼的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結果我就這樣子進到電視台裡頭 我就丟給那個化妝師 服裝的設計 服裝的髮型師 我就進去看所有的資料稿子 然後把所有記者的稿子 該刪的 該改的 有錯誤資料的 請他們重來 都處理完以後 可以去捲好頭了 所以我就把前面捲一捲 然後後面往後一翻 把那個假髮的線蓋住 中間這裡就綁一條橡皮筋 然後就這樣五分鐘 我的頭髮就結束了 後來我就覺得 這樣奔著頭很不舒服 我就算了 然後我就開始圓形看見人 那圓形見人就牽制到 我要不要染頭髮 就在那個時刻 我也不能夠用染頭髮劑 第二我就看到說 染頭髮是很大的霧感 我就不染了 然後隨著我每次生病 他們說一夜頭髮白是有大病 每一次生病 不一定大病 然後還是很不舒服 兩個禮拜 我就會突然有一錯 白頭髮 就在上個禮拜 我的免疫系統攻擊我的肺 然後我就一個禮拜之內 我的頭髮就跑出這裡一錯 那裡錯 我超爽的 因為他看起來就很像 很棒的Stylish 你不覺得很有Style 那我就那天 在禮拜六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這件事情來說 你有沒有覺得我現在的頭髮 擺得超好看 根本就不要染頭髮 他說對對對 你覺得沒有去 去了你就跟其他人一樣 酥酥氣氣的 你都不要 所以到了一個年齡 不要染頭髮 還成為勇氣 所以我很開心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沒有人敢染頭髮 我噴了五顏六色 把大家嚇壞了 我到老婆說 大家都都染頭髮 只有我這樣擺髮 到處這樣戒人 然後根本就毫無所謂 還覺得自己很時尚 然後我現在提出一個觀點 跟隨著剛才灌白所說的 其實染頭髮是一個很大的污染源 年輕人想展現自己 噴一噴 其實已經夠污染大家 還要去染 那個染的時候 你看三個鐘頭 四個鐘頭 五個鐘頭 哎呦 年輕人都被你浪費光了 然後隔一段時間再去染 然後你想要在染的過程 然後洗掉那個水有多髒 那麼多頭 我們在現場就多少個頭 加起來 這地下水就被你污染多少 然後全世界的頭都在那邊染來染去 除了嬰兒沒有染頭髮 大家都在染頭髮 再提出這個概念來 每個人回應一下 從你開始 怎麼回應 我自己本身都染 因為我頭髮很多 不然你的髮會很重 然後會變得很土 但是我一直 像剛剛我其實想要補充的是 我從小其實不只是蠻自卑的 我有老二心態 就是身為第二個女兒 都會跟老大陪 你嚇死的話給我講開 真的是嚇死我啊 我老二心態 對 老二心態 對 老二心態 就說老大跟老二比 對 對 所以我屁股很大 然後皮膚黑 然後頭髮很多很硬 我就很自卑 我覺得為什麼屁股要這麼大 為什麼媽寶姐屁股真的又圓又翹 我什麼都沒有 後來到了國外 我也有國中就出國了 我就看到 其實外國人他愛屁股大 男人第一眼看 有些人是看屁股 不然就是小腿 再來白人 他很期盼著有著黑皮膚 他期盼著有個很多髮量的頭髮 那其實我就都會達到這些要求 所以我到大學反而變得比較有自信 我就覺得這其實人都是這樣 白人就是這樣 他很白他就偏偏要每天去曬太陽 他變黑 然後亞洲人皮膚偏黃 就是很想要拼命的變白 我覺得到最後可能就是要自我肯定 給自己一點信心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在哪裡 就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缺點他到最後也可以變成一個優點 但我還是會繼續染頭髮 這是有一點我還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 因為染頭髮這個頭髮 我整體會比較好看一些 但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國際不同 所以就跟你剛剛講得好像有點出入 只是這樣子覺得 你的優點是你的造型 以你經常有的攻擊性的理念 我還是繼續被欺負你說 我們的同學離開不是因為對你們不耐煩 因為他們上課時間到了 既然是下課我們超過上課時間 來快點我們做個結論 好我剛剛聽完之後 我想說就是最近可能不要染頭髮 或就是染黑色 所以就會跟長出來的那個髮色 就會比較接近一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 黑色也蠻能夠突顯一個人的五官跟領孔 但前提是要表白一點 所以美根可以擦白色的粉底 再剪一點 對 他的問題只需要一個好的Hair Cutter 他如果一個好一點的Hair Cutter 他的頭髮就會細 根本就無關他的頭髮很重或什麼 他真的找一個很好的Hair Cutter 按照他的頭髮的細質 他的五官去剪一剪 他就沒有染髮不一樣 我不是說你的Hair Cutter不好 而是說你安心你的頭髮的問題 是完全Hair Cutter可以解決的 但是 你去試剪一次 只要試剪一次你發現 這樣剪 他就看起來沒有那麼厚重 你的型是好看的 Then 你就會開始走回來對你 你看每個人都需要這樣 他還是很在乎自信 這個事喔 對啊 這個好 他停這樣了環保到他頭髮就停了 來 你怎麼辦 好 我最後讓你問 你為什麼 你今天上個禮拜藍色 這個禮拜 綠色 我告訴你 這個地下除了人家的 人家化分池都還可以化解 你這個怎麼辦 可是因為有顏色的頭髮 真的做起造型 除了你戴假髮就好了 Why bother 你的頭髮要搞來搞去 因為處理真髮跟假髮是兩回事 所以會處理真髮的髮型師 不一定會處理假髮 因為這是兩門學問 其實我訪問過Lady Gaga 我知道 我看過很多她的表演 我根本懷疑她剃光頭 因為她那個造型 如果沒有剃光頭 她光是扎起來 是很難做到她那種造型的 所以我曾經問她說 你是不是光頭 其實真的有錢就擺得到嗎 不是 因為她有很多的造型 我也覺得有點往後 因為是黏那個膠 對 然後她如果完全戴頭到 其實很不舒服的 然後很黏膠在這裡 然後有些她就是 我很仔細地看她 Hair裡頭的MV 那我把它放大 然後我還在一個剪接室裡頭看 把它放到很大的立體 其實你是看得到毛細孔的 所以I wonder 她不是真的光頭 她把自己剃光頭 我就 think that's wonderful 因為她的頭很漂亮 然後她把頭全部都剃光 假設就是真的 然後她就每天戴不同的假髮 然後脫掉也有型 她的Hair這首歌 是她在唸NYU的時候的畢業作品 但是當時她是棕色的頭髮 造型也沒什麼特別 她完全那首歌就沒有紅線了 她的NYU也沒有人注意她 她的自由法則這首歌 後來她就把這首歌曲拍成MV 她穿著藍色的衣服 然後她就戴著藍色的頭髮 最後最有語言的不是她戴藍色的頭髮 是她把頭髮拿起來 然後放到乾淨箱 它裡頭是個光頭 That's very shocking and so starwash 非常有型的樣子 所以最強的是她的光頭 還不是她 藍色的頭髮那一面 你這麼酷 你哇 你是說她彈鋼琴的那一個嗎 對 那個是現場版的 對 自由髮型 對 她是在那個 有一個脫口做的現場版 然後她的衣服也是用頭髮做的 你講的是Alan Show嗎 是吧 我是說另外一個 因為我看Runner有看到 對是Alan Show的 可是那一個表演 她本身 就是Alan Show把她找來討論 你為什麼會這麼做 那我就告訴大家說 這首歌 在她念NYU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彈過了 她就是表現一個音樂 跟她的內容 然後最後加上她的造型 這如果才大紅這樣 可是她最紅的 不是她的藍色頭髮 而是她的光頭 你沒辦法用光頭見人嗎 我可以啊 因為我其實在 我在高 高中以前 我其實是留三根頭 就是 全部剪黃黃的那一種 對 然後因為後來是要做 比較多一點的造型 就才開始把頭髮流長 她也是啊 她不是做造型 把她直接放上去 我只是鼓勵大家說 哇 你可以多想像 好 那我們今天在現場有三位 都是非常接觸 用不同的方式 在時尚裡頭 留戲之地 一個人去打自己 她不需要引火 她自己就是時尚 就是女人 然後貝琴呢 她有很多不同的 時尚的審美觀 然後她把這些審美觀 變成一個態度 然後她曾經創業過 後來是創造了時尚部落客 然後幫別人做行銷 因為發現這是她最擅長的 然後別人也發現了她 對網路這一塊的特色 然後她一直就很多人希望 她的home tour 她本來是tour她的家 結果變成人家的家具品牌 來找妳 妳下次可以做一個closet tour 就是妳從Flee Market 來回來的衣服做一個tour 給大家看她 妳很會選衣服的 還蠻多人想要看我們的closet tour 但我其實更想做的是 去改造別人的closet 就是把它丟衣服 不是丟衣服 習慕 就是或是是有套回收改造 對 那是tour比較好看吧 就是 那我去改造你嗎 因為大多數 有一句名言就是 女人的衣服 有也就是 少一件 那其實女人的衣服是 該給別人的沒有給 因為妳的造型也變了 妳的年齡也變了 有些時刻妳的心情也變了 妳要懂得giving recycle 雖然不是穿回妳身上 妳的可以給別人 然後重新創造 妳的意思是這個 對 丟掉出去 而且有些人買了很多 不適合她的衣服 對吧 沒錯 然後所以她應該懂得丟掉 自己穿好一點 那個丟掉不是變成廢物 而是可以回收 或是捐贈出去嗎 對 或是有些一年以上沒穿完衣服 大家可能想說 啊好可惜 就是很想要放著 可是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也還蠻常辦 一些二手拍賣 然後我自己也蠻多衣服 就是我會去捐給需要的人 這樣子 對啊 因為很多人看到我的衣櫥 我們其實在home tour的時候 有小小撇到一下我們的closet 大家都說 比想像中 就是小衣服真的很少 對 嗯 對對對 來關擺組 做一個confusion 做一個結論 走在時尚市場產業上 而且女孩堅守在台灣 你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 她就覺得 去文化做秀啊 去哪裡做秀啊 去上海開這個獵馬 上海就是很多人 都是亞洲的時尚的中心 那 或是 有些人會開到新加坡去 因為新加坡有各地不同的 華人會聚集在那裡 我覺得也跟澳洲跟新加坡的距離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距離 是息息相關的 那 我也看過一些華裔的人 她會在新加坡 那最近有一些人會開的辦公 因為價格低 然後 那個 不是英國的價格低 而是 那個地方的觀光客非常多 然後它的店面的價格 是相對比較低的 對嗎 那你很少想要拓展店 將來會不會 然後已經自己怎麼思考 在網路時代裡頭去經營你的實體跟訓練 我覺得在台灣創業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 其實台灣的創業門檻低 那相對的 不管是人工成本 當然有一些經營開銷是一定要有的 但 台灣是一個很好扎根的地方 當然我們還是要外銷 就是 或是走上國際 因為 我覺得不需要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地方 那現在網路行銷的興起 所以 反而 幫助到很多我們這種年輕人 可以很快的走出去 就像 像Vogue的Australia 它就有報導我們家 那為什麼它可以報導 就是因為 就是這麼的 很快速的可以把資訊傳播出去 那我很開心 它報導的時候是說 我們是一個台灣的Denon Brand 然後 這樣子 因為台灣有好多這種軟實力 到最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台灣這個地方 那 台灣 可以以台灣扎根 台灣有這麼多優秀的年輕人 這麼多 有創意性的想法 那執行力 上面來講 台灣小 所以你不管要做什麼樣的送貨 執行 紡織廠 其實台北到桃園裡那麼近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只要不要害怕 重點是還是要有信念 做任何的品牌 任何事情 我覺得都要有自己一個信念在 然後 就勇往直前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好 我們只看第一個影片 其他的我們下一個堂課的時候 再來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們只看第一段影片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人很老了 也要面對廣路這些事情的崛起 我的好朋友趙浩康 最近去雅虎看了一個節目 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是 可能你們也知道 你們不知道 因為你們很年輕 他以前是很有名的大政治明星 後來他就轉行 去做電台的董事長 自己也主持很多政治性的 talk show的節目 那他最近呢 看我去雅虎 他也說他想去 然後 因為他也想試試看 這個年輕人對話 結果他最近我想說你賣笑 還有這種賣法 他就去賣唱 所以就知道網路這些事情 所向無敵 連老趙都變成搞笑的樣子 我們用這個做Ending 然後謝謝所有的同學 您要來上課 謝謝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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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們回去的時候 不再有可口可樂 謝謝雷姬 謝謝關板 謝謝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Ending 好笑 大家都不知道 正台的K哥王 是趙少康 真的 而且趙先生呢 是有上過綜藝節目的 還是上過天王兄弟 龍兄虎弟 張飛 魅玉清的節目有獻唱的 是真的 你為什麼笑得這麼鬼 可是現在還多老 還龍虎 神奇的那個節目 還卡拉OK 你看這個人 即使要慢唱 也唱那麼老的 知道這首歌的人舉手 還不錯 侯一鋒會很高興 跟人家說阿信跟 魯華盧哥的感覺 還有這首歌 我們可以去聽聽 叫PK版 只要打思慕的人 然後有一個專輯的 烈瓜 他們找了阿信 魯華盧哥的 魯華盧哥的 當然唱不太好聽多了 他這首歌真的問題是 他所有的皺紋都跑出來 你覺得 他如果聽到我講這些 他氣死了 人家的話 你等愛 陰燈 愛 陰燈 愛 陰燈 愛 我覺得對你這個人光明相看 會跳起來這麼老的歌 它什麼叫羽啊 我說我忘了 不是羽啊 謝謝各位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